我现在位于中国西南部边境的 一座丛林里面缅甸的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云南接界 中缅国境线长度大概在2000多公里 这片丛林就是中国和缅甸接界的丛林之一 这里人迹罕至 然后有野猪毒蛇 还有一些其他的大型动物出没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装备 这个是我的拍摄装备 还有一把刀 这些是给我的拍摄设备供电的 一些充电宝 然后另外我还带了三部手机 像手机的话在这里是都没有信号的 因为我只有一个摄像机 我带三部手机 可以帮助我完成多角度拍摄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没有信号 只能紧急通话 周围这些树非常的大 然后都是落叶 阔叶 然后非常的高 是典型的压热带 气风性气候 我今天早上就已经出发了 可是现在 已经是半晚了 还有两三个小时 天可能就要黑了 我现在必须先去找到水源 我们顺着这个山脊 一直往下走吧 我只有把火石和一把刀 在这个地方生存七天 我这次的目标 是登上这座丛林的最高峰 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做到 我只能说我尽力吧 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把东西放好 好 我们出发 这里很高 很高的速度 我们往下走 根据进山前当地村民的指示 我从这里往下走 去到山谷处 就到了缅甸的地界了 下山的时候 一般都是要侧身往下走 不然的话你这样走 如果滑倒了就不好了 侧身的话 如果你不小心滑倒了 你还可以后置顺势倒下来 这样可以防止你少摔一些跤 少走一些弯路 植被非常的茂密 就是我现在在这里发现了一种食物 这个名字叫做卢子叶 看 它是长在地上 然后比较矮 像这个它可以吃 它叶子可以食用 我们在食用它之前 把它拿下来看一下它的背面 因为有很多的小动物 像小蜘蛛啊 还有其他的小昆虫 喜欢在它的背面产卵 这样的话 因为雨水不容易淋到这些小动物 我们在食用它之前 最好把它擦一下 它的味道应该很不错 味道很苦 辛辣 但是 这个确实是可以食用的 一般不会有人直接食用 都是要放上其他的一些调味品 然后把它本身的一种辛辣刺激 苦的味道给它掩盖了 像这样直接食用的话 对 对味蕾刺激非常大 如果你在野外 有腹泻 这样的状况 拉肚子 吃了不干净的食物 你如果能找到这种植物 它长出来的果实 是一味重要 可以治疗腹泻 拉肚子 这里有很多炉子叶 我采一些 待在身上 以备不时之需 今天晚上 它们可能就要派上用场了 我们现在往下走 这里有几条很光滑的 瘦道 应该是镊齿类动物走的 比如说山鼠什么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非常的光滑 应该是经常走 如果在这里下陷阱的话 抓到它的概率 应该是很大的 我已经听到水声在下面了 但是可以看看附近 这里走下去 实在是太困难了 声音很近很近 但是现实很远很远 需要我一路轻轻展击 往下走 我在这里看到了 对面有一颗野芭蕉 我们从这里过去 前 看 这个地方我觉得可以 如果晚上实在没有地方睡 我可以在这里睡 它离地 然后 非常的 牢固 我们继续往前 这里有两棵野芭蕉树 在亚热带和热带丛林里面 这样的芭蕉树随处可见 如果 如果一下子找不到 饮用水的话 这个可以成为 比较安全的饮用水来源 它约靠近里面 水分含量就约大 芭蕉芭蕉也是可以食用的 而且味道还不错 好了 现在 把它里面的水分 弄成 会有一点 小小的色味 但是并不影响 它能提供大量的水分 味道还不错 我现在把这两根芭蕉芯带走 这个也许就是 我今天晚上的食物了 因为这颗粒 也知道 还挺好吃的 那些 在那里面 在那里面 没那么多 我脸出血了 在野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刚才一根刺挂到我的脸 我看到水太激动了 我看到水太激动了